现在确实在这个蔡仁宏 在这样的一个 好 六年来 现在大家也只是说 你讲的是民主 但怎么越来越往威权来靠拢吗 这是最后的言论自由吗 所以大家来洗吧 但是不知道蔡总统看到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了 在业者的部分刚刚也提到了 像是巴哈姆特 那么在执行长也说 如果这法案过的话 对未来网络世界的发展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在难以判定违法的话 那删文是平台的选择 那所以大家到底未来 还能够有什么样 我能够在上面写什么 随时你想删就把它给删了吗 还有呢 这个明川大学广电视主任杜盛聪说 NCC的官员可能是 假新闻委团文献看太多 开始去拼贴欧洲法案 把前册直接法案丢出来 就是书呆的治国 而且还认为NCC本来就是中立机构 结果现在好像所有的决策 变成集体盲私 遇到疑难杂症 就先停好了 好 再来看到是中华人权协会 说现在这样子是比文字语 还要恐怖上千万倍 甚至呢 未来可能 不只是现在大家想到的 线上游戏啦 云端空间 只要是台湾人 通通都会被管制 以及刚刚大千哥讲了 旅秋远律师 现在他也认为说 可能是一套 有可能违宪的法律 现在在提醒 某些状况 只要你在发言 或是有讯息文章 就会被删除 那苏伟硕医师说 现在就是用铺天盖地 法院在48小时之内进行裁决 不用等到立法官再上街头 以及NC的前主委 詹廷怡她说 NCC是一个位阶极高 而且呢 是基于法律附与的组织 不过现在她认为是 扭曲变形的机关 再来看到是作家蔡世平 蔡大哥她也说 她认为民营党是变得傲慢了 还记得吗 谦卑谦卑再谦卑 但她现在认为是可恶 尤其可悲 那么如果民营党 还有一丝丝念及 郑南荣的牺牲代价 就应该为任何可能 侵犯言论自由的国家暴力 感到可耻而谦卑 不过显然是没有 大千哥 对 在民进党面前讲谦卑 在民进党面前讲价值 其实对民进党来说 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拿到了权力之后 他眼中所看到的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 更多的权力 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 现在显然看起来 在过去这几年里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一个一个的表现 都是如此 那么这一次的 数位中介服务法 它为什么违宪 我刚才提到说 它至少严重的 有两个地方是 踩到了宪法的标准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 一直不断地强调的 就是不管我们现在是 五权分立还是三权分立 行政权跟司法权 它是有一定的界限的 就你如何断言 这样的言论 是一个不当言论 或者是你如何断言 这样的言论有没有违法 这个决定的权利 应该是要由司法机关来决定 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来断定 如果照数位中介服务法 这样子的这个设计的内容的话 这个政府 所有的各部门都摆在里头 大家想想看 在网路上的言论 如果真的有监督跟批评政府的 你当然就是批评政府的行政部门 结果妙的 你批评行政部门 然后行政部门来决定 什么样的言论是可以放在上面的 什么样的言论是不该放在上面的 那你简直就是完全扼杀了民众监督 跟批评这样的权利 就是在不违法的情况之下 你对政策提出批评 恐怕都会踩到红线 因为只要行政机关不爽 这个陈吉仲不开心 一下就可以把你的言论 这个设上警示标语 然后你的言论可能就要被迫下架了 那也就是说到底这个原本的言论 有没有踩到法律的红线 有没有违反法律的规范 原本是应该司法机关决定的 可是现在由行政机关来决定了 这个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的 宪政体制的这个设计的一个 基本的精神了 就过去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们曾经立法 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 踩到了这样的一个界限 我记得我曾经在修一个法案的时候 司法院就打电话来告诉我 他说你不能这样修 因为我本来是把一个事件的这个 是否违法的判定权利 在修法的时候修给了行政机关 结果司法院说你不能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行政机关没有这个权利 是否违法要由我这个司法机关来决定 所以我这个修法的案件是违宪的 因此我把它撤回了 那么因此我要提到的是 在这一次的数位中介服务法里头 第一它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宪政 这个三权 不管是三权或五权分立的基本原则 你更不要讲在民主政治里头的最基本的ABC 我们一直在讲媒体就是第四权 我们不断的强调媒体第四权 为什么媒体是第四权 因为我们希望媒体的从业人员 能够以第四权这样的角色来 高标准的要求自己 你要扮演在一个绝对的制高点 你来监督整个政府的施政 虽然现在台湾能够有资格 叫做第四权的媒体已经没剩几家了 大部分都成为了民进党的走狗打手 但是问题是至少你在法律的设计上 你不能连第四权的存在 你都把它扼杀掉了 你现在又有NCC的设计 你已经把在这个电子媒体上的 第四权的影响力降到最低了 然后你现在在网络平台上 你再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数位中介服务法 那你等于是把第四权完全击垮了 那么未来在台湾就变成行政权独大 行政权凌驾司法权 行政权践踏第四权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后是谁监督政府呢 没有人可以监督政府了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 这个民进党的数位中介服务法里头 当然你赤裸裸地血淋淋地反映出来 民进党这群政客的野心 这些恶心的嘴脸 他们也许不在乎宪法 他们也不在乎什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他们也不在乎会不会有违宪的问题 他们只在乎的是他们的权力 能不能够千秋万载 他们能不能够永远地 这个掌握住台湾所有的利益 跟所有的权利 但是问题是台湾的民众其实并不笨 我觉得民进党每一次之所以会翻船 都是在这个点上 他错看了台湾的年轻世代了 他一直觉得台湾的年轻世代 就是抗中保台 所以他只要举着抗中保台 年轻世代就会站在他的旗帜之下 他往东大家就往东 他往西大家就往西 可是他不了解 台湾的年轻世代也许他抗中保台 他没有蓝绿统独的概念 他没有任何政党特定的色彩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的能力 所以有一些事件 民进党认为年轻世代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反弹 但是他却错算了年轻世代 所以从论文门 大家就可以看到 当民进党试图 蔡英文试图领全党之力 来硬拗论文门的时候 他已经踩到了年轻世代的底线 在柬埔寨的人蛇事件里头 再一次的让年轻世代 看到政府的无能 然后到这一次 我们看到数位中介服务法 所以我刚才一直不断讲 民进党一而再再而三的 去踩年轻世代的底线 他真的认为年轻世代 是民进党的死终吗 如果民进党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必须说句实话 今年年底他又要再重蹈 2018年的覆辙 再次的翻船一次 不过我们也看到 这个民党呢 当然党内还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啦 不过我们看到这位是高嘉瑜 最近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新闻也蛮多的 在这一次他也说了 无论如何言论自由是 所有民进党人都该誓死捍卫的 高嘉瑜的这个部分 文青倒不可以给我们这张图 他在脸书上有发文了 他说了 那么现在呢 陈文文婚人哥就跳出来了 他说他来问问高嘉瑜 高嘉瑜呢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 他常跟年轻人站在一起嘛 他说那中天被关台的时候 你人呢 怎么没有出来说说 他说论文门他视若无睹 林志坚论文高喊一师无命 中介法讲一份甜言 但是中天被关台 人呢 民进党最会博物版面的立委 就是高嘉瑜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再 瞎捧高嘉瑜 林涛 其实我觉得高嘉瑜 因为他对于网络跟年轻时代 是非常熟悉的 他知道从这个言论 这个从那个论文门开始 20到29岁 不管是各县市的这个参选人 民进党提名的市场参选人 其实都有明显的下滑 他有看到 他感受非常深 所以那时候论文门他就讲说 如果不换林志坚会一师无命 对 那现在这个数位中介法 他也感受到 如果真的强推的话 民进党在所有年轻人的支持板块 会全面崩溃 所以他必须要再出来 他必须要讲 那我觉得不只是高嘉瑜啦 当时候在2013年10月23号 刘建国等17人提的这个案子 是 那时候就讲嘛 就是即便是谣言 应该也要受言论自由的保障 这是刘建国等17位名长令委自己提的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我们下期再见